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顺伤着学游泳 李逵不爱听 过来就给了一手指头 这手指头正处在这个女子的这个部位 不听 哭通 这女的往旁边一歪 往这一坐一倒 没气儿了 李逵当时也愣了 这一瞧这手指头上 沾着脸上人家插的官粉呢 这粉儿 旁边宋江一瞧 这是怎么的了 跟着进来那老头是这女子的父亲 哎呀 女儿 你怎么的了 这赶紧把这卖穿的女子扶起来 一摸着鼻子这儿 没有气儿了 这老头就吹着这后背 宋江跟戴宗也都过来了 张顺也愣了 我说李逵哥 你这手怎么这么重 那我手重 谁知道他长那么不结实 哎 你说我这一个手指头 那至于就一捅他就没气儿了 那你要是我的话 你打我五百拳 我也死不了 您有几个您这样的 正说话这功夫 就和那个女子啊缓过来了 刚才这把气背过去 怎么回事啊 他这一捅啊 当然捅的不轻 再加上李逵这模样 把这女子也吓得够呛 女子呢 还有点病 所以这一下子背过气去 这一缓过来之后 这女子长出了一口气 哎呀 抬头一看李逵 啊 我躲着你 李逵一转身跑这边来 张顺也得 黑爷 您就在这边得了 您别过去 人家一看你就发肃躲 宋江走过来了 看这老头 老人家 这是你女儿吗 对对对 这是我女儿啊 我们想到这儿给几位爷唱一曲 求几位爷赏点钱呐 宋江一听啊 这妇女二人可以说是会做买卖 这个酒楼叫琵琶亭 据说是当年白居易在这儿听琵琶演造的地方 所以写出来了琵琶行 那么他在这个时候抱着琵琶倒着来唱曲 宋江想 所有的文人扫课大概都得听一曲啊 宋江觉得这是一份雅性 可没想到这份雅性啊 让李逵给搅和了 宋江说老人家 请问你贵姓啊 老头说我姓宋啊 我女儿叫宋玉莲 哎呦 宋江说咱们俩是一家子 我也姓宋 那好吧 既然是这样 就让你的女儿给我们大家弹奏一曲吧 李逵 你可不去贷款啦 李逵做那奖上去了 我不管 唱吧 唱吧 弹奏一曲啊 就看那宋玉莲坐在那个椅子上 这脸一阵阵就发黄 爹啊 我这就唱不了了 我心跳发慌 没法唱了 老头说 那好吧 既然这样的话 几位官人 那我们就回家了啊 我告别了 老头扶着自己的女儿站起身来 就要往外走 宋江一笑 哎呀 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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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江一伸手就掏出无量银子来 老人家 这钱给您 虽然没听到令爱的演唱 但是刚才这一惊一下 另外也是有些损伤啊 这钱拿回家去 买点东西给令爱用吧 哎呦 您给这么多钱呐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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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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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顿酒饭吃喝完毕之后 一起下楼 下了楼 宋江就回转自己的超市房 他们一起跟到超市房去 张顺跟到超市房 宋江就把穿伙张衡写给张顺的那封信拿出来 交给了张顺 张顺打黑一球 果然是自己的大哥写给他的信 告诉他 宋江是我的好朋友 你也应该尊宠他为大哥 有什么难事 有什么难处 你要多多帮忙 张顺把信看完了揣到怀里 就跟宋江说了 大哥 咱这样 今天这顿饭呢 这是代元长请客 呃 明口天 我到这儿来之后 请您再到江边 咱再寻一个去处 咱们再喝一杯酒 宋江说好吧 就此弟兄分手告别 张顺走了 这个代元长呢 也回转自己的住处 李逵呢 也回转自己的住处 李逵那个住处啊 不在牢城营 他在那个监管营 李逵是监管营里边的牢子嘛 李逵走了 宋江呢 在超市房里 晚上呢 把这个鱼呢 就做了一条 宋江很爱吃这鱼啊 同时弄出两条鱼来 给管营送起一条 给拆锅送起一条 宋江这鱼呢 就挂在屋里边了 吃完这个鱼之后 宋江晚上躺在床上就睡觉 一觉醒来 本觉得第二天可以跟着张顺去喝酒 殊不知这晚上受了凉了 晚上这一受凉 这宋江就拉起肚来 这一拉起肚来 宋江就觉得四肢无力动不了了 第二天 张顺来了 张顺来了 一见宋江 说大哥 咱们去喝酒啊 宋江说 这酒我马上可喝不了了 昨天晚上拉肚 我四肢无力 你等我缓缓怎么样 张顺一听好 一会儿的功夫戴宗又来 戴宗一看宋江这种情况 马上把李逵找来 让李逵给请了个大夫 给宋江耗了耗脉 给开了一副药 这副药叫六合汤 把这药呢 拿到这个劳城管营里边找那个拆锅 给凹好了 让宋江喝 这戴宗就跟宋江说了 你呀 在这好好养病 什么时候身体全愈了 什么时候咱跟张顺一块去喝酒 宋江说好 我病好之后 我去找你们 李逵也走了 戴宗也走了 宋江在这接连的就喝了那么两三天药 这身体呢 可就复原了 宋江这天觉得身体恢复原状 宋江想 我得找找这几个弟兄 喝酒不喝酒在其次吧 我们在一块聊一聊 宋江自己一个人在这超市房里边 有公事可办 有文件可抄 还行 要是没事的功夫 他自个儿很感觉到孤独寂寞 宋江站起身来就打听 打听什么 打听李逵在哪 人们告诉他 说在那个老管营 宋江到老管营一问 说李逵是在这住 但是这位可没在乌 宋江说他往哪儿去了 说这位 那个游神一样 一天到晚谁也抓不着他那儿去 上宝局都没准谱 不知是哪个宝局 哦 宋江一想 我去找戴宗 就跟他们打听 戴院长在哪住 说戴院长没有家小 就在呀 那个东关里城荒庙旁边有一个独门独院 三间房 院子里边呢 有一棵枣树 那就是戴院长家 宋江一听 我找戴宗吧 就来到了戴宗的住处 一看果然这是一个小院很幽静 但是院门呢上着锁 宋江一看上着锁 问了问 旁边一个走道的 说这是戴院长家吗 这人一点头说是戴院长家 说他那么锁着门 那就是没在家 戴院长这个人呢 公务繁忙 一天我们很少见到他 宋江觉得又是访客不遇 转身往回走 宋江想 我找张顺吧 于是他就来到了巡洋江边 到了巡洋江边 一见着这个少公 说一问浪里白条 张顺 张掌柜的在吗 少公们跟宋江说 张掌柜又进城了 有事儿 宋江一看今天这日子挑的不对 我找谁谁不在 行 都不在的话 那么我自己找一个地方 喝点酒 吃点饭 溜溜答答顺着江边走 前面呢 就是那琵琶亭 宋江心想 今天别上琵琶亭了 我再换一个地方 又往前走 走出一段路了之后 宋江在一望之内 发现江边有一座大酒楼 喝 这个酒楼比那琵琶亭可大多了 宋江当走到这个酒楼跟前的时候 一看这个酒楼 奇极吊脚 化洞凋梁 酒楼的上边 横眉挂了一块匾 这匾是黑地金字 上面写了三个字 寻阳楼 落款是苏东坡 好 这是明家书法 一看门口左右有两个滑表 这滑表柱子上贴着一幅对子 上帘写的是天下无比酒 下帘配的是世上有名楼 嗯 宋江心想 这个酒楼可够大的 我上这个酒楼里边看看 喝点酒 好 宋江脉部就进了酒楼了 他这一进来 跑堂的过来主动打招呼 哎呦 黑爷 您喝酒 您吃饭 宋江说 你这有雅座吗 有 楼上请 临江观望 好地方 好了 头前内路 宋江跟着这个跑堂的就上个楼了 上个楼之后 这跑堂的把宋江就让进一个雅尖 宋江进了雅尖一看 这个雅尖这一面呢 是山墙 对过呢 是隔膳墙 隔膳墙呢 是木板子定的 这窗户呢 正好对着寻阳江 这个屋里边就是一张桌 宋江一看 这真是个好去处 这个位置要比琵琶亭那个位置还敞亮 宋江就跟跑堂的说了 这间屋子里边我就把它包了 不要再让别人来了 那您放心 是这样子 您要在这喝酒 别人我们再不往里让了 您请坐 宋江就坐下 坐下之后 宋江就点了几个菜 要了一坛酒 最好的酒就是玉湖春 感情就是他这江州有名的一灯酒就是玉湖春 跑堂的给弄了一小坛酒 摆在桌子上 弄了几个菜 给端上来了 羹吃 补蝶 快竹 预备齐整 宋江在这里是自珍自饮 一回头 正好看见这寻阳江面 寻阳江面上是传来传往 犹如穿梭呀 宋江看着东去的江水 不由得发出了一阵阵感慨呀 大江东去 浪头尽千古风流人物啊 啊 这是个好地方啊 寻阳江啊 其实就是长江 为什么叫寻阳江呢 因为江州曾经叫过寻阳州 寻阳江就是江州这一段江面叫寻阳江 宋江在这平窗眺望观看江景 一边看着江景 一边在这喝酒 他这正喝着酒呢 就听见隔壁 也就说 那个格善墙那面有两个人在谈话 听谈话这意思啊 这是两个儒生读书人 这两个人呢 在那低言敲语的说话 后来呢 就听见有人进那屋了 是个女人的声音 要给这两位书生要演唱一段 宋江一听这个女人的声音呢 就是那个宋玉莲 让李飞一手指头给捅晕了那位小姐 宋江在这不就听着 那个女的呢 待会就唱了一曲 唱完一曲呢 这两个书生闪着他钱 那女的就出去了 接着呢 就听那两个书生在那屋又说 哎 你说就这个女子啊 按说这模样 你说他长得丑吗 不丑 唱得好不好 也好 他唱的一曲 你我听着都为之动情 很感人 可是呢 他是流落街头一个卖唱的 这是因为什么 这是命运不好 哎 人生啊 得服命运呐 这个女子如果要是在皇宫内院里边 肯定皇上就得让他当个妃子 你信不信 哎 话又说回来 他如果生在唐朝 当年那白居易听的那琵琶演奏 如果他给演奏的 说不定白居易呀 就把他写里头了 哎 这个呢 他什么都没碰上 什么机会都没赶上 他就这么平平淡淡的就各个房间里边串着给人卖唱 你说是不是 那个就说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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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那么一回事儿吧 现在实也 命也 运也 造化也 当今世上哪有什么真理讲啊 啊 这大宋国朝一团乱麻一样 怨声载道是盗贼四起 老百姓民不撩生 悲鸿遍野呀 哎 你别那么说这个啊 我跟你说呀 事儿就是这样 你看那个女的吧 她在这儿唱是卖唱的 到皇宫里面有可能她就是妃子 人在人世上也是这样 圣者王侯败者贼呀 对不对 你比方说吧 你说 哎 黄超 你说她是个什么人 黄超 她是反叛的 反叛 就因为她没成功 她要成了功 她就是皇上 黄超那诗写得不错呀 啊 萨萨秋风满云灾 蕊寒香冷 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暴雨桃花一出开 哎 这多大气势 哎 那 那是心胸宽广的人 那才能写出这儿的诗来 他看出了人世的不平 哎 她对鸡鱼花 鸡鱼同情 她让她跟桃花一出开 这是气势 哎 黄超还有一首诗你知道吗 什么诗 那首诗也很有意思啊 最后都说黄超死了 其实黄超没死 他那首诗是记得当年草上飞 铁衣住进住僧椅 天津桥上无人石 独以栏杆望落灰 都说黄超在雅尔谷站死了 没死 就从这首诗 黄超逃跑了 后来当了和尚了 铁衣住进住僧椅 铠甲不穿了 换上僧椅了 站在天津桥头 没人认识他 独以栏杆望落灰 这一境啊 多好 哎呀 黄超 我看是英雄 哎 别瞎吵 你说黄超是英雄 这让官府听到 这是事啊 叫咱们个儿来在这喝酒 来喝酒 他们两个在隔壁议论黄超 宋江在这边一听 是啊 他 黄超 他是英雄 人哪 就是得生逢其时 比如我宋江吧 我不过是一个运城县的小吏 可是坎坷的人生驱使我 四配面颊 发配到江州 落成了一个秋饭 前面的道路又是什么样子呢 宋江这只已久交愁心绪非然 他忽然想起了一首诗